大家好,我是Chuc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今個週末德甲方面,再有激戰上演 在星期六晚上,10點半就有史特加對多蒙特 以後為大家送上相關精選數據 自2010年8月29日至今,多蒙特一共11次德甲作客史特加 多蒙特取得八勝兩王一負壓倒勝的戰績 同時,多蒙特今季德甲頭四次德甲出戰,是兩勝兩王未嘗敗獎 其中,攻擊能力方面,昆翔能入2.75球 至於史特加之前,斬莫聯賽六連勝後 最近兩輪先後不敵賀芬咸和海登咸 這兩輪聯賽每場至少失兩球,而且亦率先失球的一方 對他們後防方面的狀態令人擔憂 至於兩隊對話方面,最近18次對話 只有一場全場總入球數是少於三球 就是2022年4月9日,多蒙特2比0贏史特加這場比賽 其餘的情況,多蒙特至少都能攻入兩球或以上 戰績不是贏球,而是打和 最後講講戰過預測,預計史特加會1比3不敵多蒙特 喜歡這條片的話,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,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,BYE BYE